何乔好 靖民大哥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何乔一开始先帮我们介绍这两位作家 作者是本兼良子跟本兼荣介 他们是一对夫妻 那他们原本呢 主要的职业是在抗老化这一部分 是抗老化的专科医师 那大概是在20年前左右 他们开始接触了肾上腺疲劳这一个 而且他们在日本也是创立肾上腺疲劳的第一人 这十几年来由于他们的推广 所以肾上腺疲劳在日本已经是广为人知了 大家也知道说原来很多大人或小孩有一些 我们觉得可能跟心理或者跟个性有关的问题 其实他都是肾上腺疲劳 那原来孩子很多事情讲不听 跟肾上腺是有关系 那是不是跟我们讲这两个的关系 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肾上腺 肾上腺因为它有个肾字 所以很多人会可能误解说 它其实是肾功能的一部分 就是肾脏的肾 对那其实肾上腺是什么呢 肾上腺它是放是在我们两颗肾的上面 大概大小就是一颗核桃大小的部分 然后就是在两颗肾的上面 那肾上腺的功能呢 因为肾上腺它可以分泌我们人体很多种的荷尔蒙 超过50种以上 那它其中会分泌的一种荷尔蒙叫做可体松 可体松有什么功用呢 可体松呢 它可以就是抑制发炎 我们身体有很多的发炎反应 必须要透过可体松 比方说肉体的发炎 像是我们如果有受伤或者是感冒 这些都算发炎反应 那这时候呢 肾上腺就会分泌可体松来灭肉体的火 所以我们这种发炎 如果一旦抗发炎了 那我们这些疾病啊 症状就会慢慢缓下来 如果实际上是心理的 比方说上班族可能最近遇到要上台报告 或者要赶案子 那学生可能遇到要考试 心理的压力就起来了 这个也是一种发炎 只是它是属于心理的发炎 那不管是肉体的发炎 还是心理的发炎 它都会让我们的肾上腺积身 我们不是常常在 比方说广告上听到人家讲说 肾上腺积身 然后这个人就活力充足 然后干劲十足 指的就是这一部分 那肾上腺积身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会让我们的人处在一种戒备状态 我们时时会保持着警戒 想想看哦 你如果等一下要上台报告 或者是你即将命运到大考的前那一段日子 是不是就是中处于一种战战兢兢 很警戒的状态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会促使我们的血糖升高 那血糖升高以后 你就不会有饥饿感 我们人会有饥饿感 通常是在放松以后 所以你看哦 这样循循相扣 就是比方说肾上腺积身 然后呢 你的血糖升高 没有饥饿感 你就是处在一种戒拜状态 可是肾上腺它是有实践性的 它需要休息 跟我们人一样 它不能就是24小时365天钟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说一个人长情的肾上腺积身 导致肾上腺疲劳 然后肾上腺一直终在工作的情况下 那就会衍生出比方说慢性疲劳 忧郁过敏 或者是一些身心失调 我们常常讲一些小朋友 他怎么感觉好像早上叫他叫不起来 然后或者是说 小朋友早上要出门之前 就会跟你讲说他这里痛那里痛的 可是呢 你当你要去看医生 或者过了几个小时以后 他又恢复正常 你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在装病 是不是因为不想上学 其实这东西有可能是因为 他肾上腺长期疲劳导致的结果 好那其实这本书呢 就三个章节三个方向来谈这个 关于孩童讲不听跟肾上腺的一个关系 一开始讲到是日常的饮食跟生活习惯 会累到孩子的肾上腺 我们先讲第一个章节 里面举例 比方说现在最怕听到的就是 比方说小孩讲风讲不听 然后呢 坐又坐不住 然后甚至是可能有阅读障碍 比方说像有些小朋友刚进了国小 可能一年了两年了 他的B跟baby的B跟猪的D 就是分不出来 怎样都会把它写错 那明明在平常在教的时候都很正常 但是他只要遇到这些就不会 这个就我们都把它归得有阅读障碍 其实这个跟肾上腺疲劳也有关系 那为什么这跟肾上腺疲劳有关系 那书里面有提到说 有一个叫增菌毒素 增菌毒素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藏在骨类 比方说玉米小麦坚果果干这一类 一旦潮湿了生产出来的黴菌 它会攻击我们的大脑 然后促使我们的肾上腺积身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些阅读障碍的问题 其实你有可能要先想一想是 先从饮食来着手 先检查一下你家中有没有这样的食物给孩子吃 然后增菌毒素除了刚刚讲的话 会有可能阅读障碍以外 甚至还会引发出注意力不集中 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总是动不动就坐不住 甚至你已经被老师打电话来关心说 你的孩子可能有过动 建议你带他去检查 这个时候你不要急 不要说就直接把他拉到医院 你先从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有可能有增菌毒素的食物来检查 像刚刚讲的玉米小麦坚果果干这一类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赖床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 孩子早上起不来的部分 书里面有提到 主要就是因为在本金医师 他的临床上发现到 这些早上起不来赖床的孩子 他们的食物里面有充斥的大量的点心零食 也就是说糖果饼干 蛋糕这一类的 那这一类的食物呢 充斥着比方说高糖 然后高奶油 那这些都不是身体很需要的 甚至是给了他过多 那这些东西过多以后呢 就会促使肾上腺 分泌过多的可体收 然后导致发炎状况 然后加重了肾上腺的负担 那你就会发现到 小孩子早上起不来 那是因为他吃下了太多这一类糖类的 高油脂类的 可是呢 如果你把他这一类食物减掉以后 你会发现到孩子的 早上赖床的习惯会慢慢的减轻的 近年来和孩子很多都是属于在 常常被人家讲说是过动 那在过动的部分呢 书里面的作者也有提到说 小麦还有乳制品 这一类会过度的刺激大脑 那一旦刺激的大脑呢 大脑就会觉得说 孩子现在处于一种需要戒备的状态 大脑就会告诉肾上腺 要开始分泌可体松 然后可体松一旦因此分泌以后 孩子就一直处于在一种亢奋的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到 孩子松做也做不住 然后呢 没有办法专心 其实这就是因为 给他太多的乳制品跟小麦 同样的你可以从饮食当中把小麦乳制品 这些把它排除 然后另外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啊 作者提到说 如果你的孩子很喜欢吃高咸高盐的东西 其实那是因为他脑部缺盐 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缺盐 为什么他已经吃这么多的咸的饼干糖果 以后他还是缺盐 那是因为那些盐对孩子来讲 不一定是好的 举例来说 像之前有位自然医学博士 就有提到说 比方说你吃柠檬 有些人会觉得很酸 有些人会觉得不酸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当你的身体很需要维他命C的时候 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酸 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它 可是如果说 你的身体的维他命C是充足的 当你吃柠檬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酸 因为你身体排斥它 那孩子之所以喜欢吃那些 高油的比方说什么奶油的蛋糕 披萨 或者是咸酥鸡炸鸡之类的 是因为他的身体里面需要油 那他很缺油 可是我刚刚讲这些食物 他虽然有含量含有大量的油 但是都已经是不好的油 已经氧化的油 也就是说他一直反复 大脑一直反复告诉他 我需要油 我需要油 所以孩子去吃这些很油的东西 可是这些油又不好 所以当他一旦吃进去 说大脑即便感受到了 但这些都是不好的 所以他因为没有满足大脑的需求 以至于他会一直想要吃 这些高油的食品 那刚刚讲的盐巴也是 现在人都强调要清淡 要少盐 可是那是对于我们大人而言 其实对孩子来讲 他的盐分的需求也是有一定的 所以当孩子喜欢吃那些 很咸的什么洋芋片 或者这些很咸的食物的时候 你可能要考量到 是不是他的盐摄取不够 导致说大脑一样告诉他说 他要吃摄取 但是其实他就摄取过来的 这些盐又是属于不好的盐 所以老师他就一直频繁 一直频繁的吃 那不如就是停掉这些 高盐高油的食物 给他好的盐好的油 好那第二章节讲到 这个肾上腺疲劳 其实跟我们生活的 这个七大习惯是有关系的 跟我们讲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才真的是 我们健康习惯 常常会提到的一些观念 在书里面 作者有介绍到 他们家治疗肾上腺疲劳的 七大习惯 这七大习惯分别是 第一个是节制摄取脱累 肾上腺的食物 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 甜点零食 面包牛奶 这些 第二是吃原型食物 更胜加工食品 我们都知道 食物要吃原型的 所以像培根火腿 香肠这一类 我们就是尽量不吃 改吃原型的肉类 然后他提到 你吃鱼罐头 不如直接吃鲜鱼 这就是吃原型食物 更胜加工食品 第三个是保护孩子 不受环境毒害的排毒法 这个部分 可能大家会觉得 比较好奇 什么叫环境毒害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空气污染很严重 然后环境中的 挥发性荷尔蒙很多 所以比方说在家里 就可以摆放空气精进机 那空气精进机 要适合摆在哪里 他也建议说 比方说摆在卧室 但另外如果你们家习惯 说会用一些芳香剂 或者甚至会有人 在使用蓝发剂 这些东西要避免 让孩子接触到 因为其实这东西 会透过我们的鼻子 吸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 洗发精啊 防晒乳这些 作者一直强调说 其实现在的人 真的不需要防晒 反而应该多多晒太阳 然后防晒乳 这里面的含有的成分呢 它其实连我们的珊瑚 海底的珊瑚 都会伤害了 各何况是我们的皮肤 所以他会希望说 不要给孩子擦防晒乳 然后也少用洗发精之类的 第四个习惯是 正确的摄取水分 促进身体排毒 作者在里面建议说 可以给孩子喝柠檬水 或者是盐水 他说比方说 孩子一整天上课下来 回到家 他可能会跟人家说 哦好累哦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给他一杯水 加一点点的海盐 你就发现到 他喝完以后呢 整个精神又来了 那如果说是食物的部分呢 可以少吃一些太咸的东西 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拉面啊 点心零食 披萨这一类的 第五个呢 是摄取对脑有益的优质蛋白质与脑部 刚刚有提到 孩子会一直想要吃那些高油的油 或者是油炸物 主要是因为脑部缺油的讯号 所以呢 你要让他摄取好油 避免他的脑部发炎 就不会有像刚刚讲的 一直频繁的吃那些油炸物的状况 第六个是肾上腺及脑细胞 不可欠缺的 灌物质和维生素B群 维生素B群如果不足的时候 我们的脑细胞就很容易缺电 所以可以适时的 适当的让孩子补充 一些矿物质跟维生素B群 最后一个是 睡前避开光源刺激 其实近几年来的 一些研究都已经证实了 就是比方说我们睡前的滑手机 甚至是家里的白光 就是那个灯 这些其实都会引起 就是肾上腺积身 让孩子一直处于说 现在还是白天的状况 所以精神很亢奋 晚上不好睡觉 甚至因为这样子 引起其他的 比方说过动啊 便秘啊这些问题 所以你可以就是 睡前避开这些 会刺激他的光源 好那最后何乔帮我们 总结这本书 孩子怎样也讲不听啊 非常适合就是 如果您在家里的孩子 常常表现的有气无力 过动没定性 初心大意 甚至早上起不来 都很适合这本书 因为这些问题 其实不一定都来自于 孩子的个性 或者心理问题 其实很大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身上线疲劳 那再往前追溯呢 会引发身上线疲劳 主要就是因为 饮食跟环境造成的 很多父母可能被老师点名 说孩子怎样怎样 就会急着想要把孩子 拉到医院诊所去 但实际上 这些问题都来自于 你家里的饮食 所以你可以从 看这本书 然后从家里的饮食 环境开始着手 帮助你的孩子 就是可以避开这一类的问题 让他的 比方说学业更进步啦 或者是他的人际关系更好 那这本书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 三位专家学者来为我们做推荐 第一位是功能神经学专家 李正佳博士 李博士他是在脑科这一部分 这是台湾第一的功能神经医学专家 他提出了许多就是 脑跟我们人体的 不管是疾病啊 还是个性 还是身环境医素息息相关的问题 那他在书里面提到肾上腺疲疗这个部分在台湾上不是非常的广为人知 但是其实这一个肾上腺疲疗在自然医学 还有甚至在美国已经是大家都很了解的状况 另外是营养师林立成 林营养师他自己本身就有两个孩子 他在书里面就有提到说 他常常到国小去演讲 然后在演讲的时候 他就问台下的小朋友说 你们的早餐都吃什么啊 结果台下小朋友大部分举的就是面包蛋糕这类的就是高甜高油的东西 他说孩子如果一大早就吃这些又甜又油的东西 那很容易会让他一整天都坐不住很亢奋 这就是会产生老师常常说的孩子都坐不住过动的问题 所以非常推荐家里有孩子的父母可以看这本 孩子怎样也讲不听 原因竟然是肾上险疲劳 好谢谢新自然主义的编辑何乔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好谢谢大家